中華直播在這個球禁 找來史上最大咖的洋將曼妮 另外有多位的旅外球員也回流 所以開打到現在 票房是十分亮眼 而為了讓比賽更精彩 異大犀牛球團 最近更是拋出了增加洋將名額 以及能逆指名選秀的議題 其中在逆指名的部分 更直接鎖定王建民 找來中職 史上最大咖洋將曼妮 正中又有旅美回歸的 胡金樓和高國徽 異大犀牛今年的票房亮眼 但為了讓比賽更精彩 異聯集團創辦人林毅守 最近和領隊楊森隆討論 增加洋將名額 以及逆指名選秀的可能性 王建民這樣旅外的球員 他們上過美國職棒大聯盟 那如何讓這些球員 願意回到台灣 我們相信說如果讓他們去 透過選秀方式來去 回到台灣可能對他們也是不公平 那可能也會阻礙他們的意願 異大不會嚴王建民是主要所定對象 至於去年被小熊釋出 就是自由球員的郭宏志 以統一是意願最高 但按照現行制度 即便他們有意願回來 還是得參加選秀 異大才會提出由球員選擇球隊的議題 不過球評指出 目前並沒有一個國家的職業棒球 在規章還沒修改之前 中職會長黃震台已對平面媒體表示 考慮以專案方式處理 尤其郭宏志已表達從來沒排斥中職的意願 黃震台不排除親自赴美和小小郭溝通 經常會沈志明 台北報導